副長 你好 我這邊是想請問王碧勝執行長 就是關於日前那個集檢所人員翻攪 那個民眾的食物 說要用來就是茶器 違紀品 但是本身這樣子的 規定並沒有法源依據 也沒有看到說 法條上有規範說禁止酒精飲料 那其實人權負訓會也已經認為說這樣子是過度 濫用公權力介入民眾的私人物品 想請問指揮中心 這樣的行為是不是有違法 然後會停止這樣的搜查 我想 我們都是依法行政 那我們是根據我們的 這個指引 檢疫所的工作指引 那指引裡面也有這個 所謂的入住須知 那也有盡期待的 微禁品的這個清單 這些都有規定過 那也都有奉合過 那至於說法律未接的問題 那這個我們會再 請教法治主問題 那我想 我這邊還是要強調 我們在集中檢疫所 主要就是要完成檢疫或隔離 甚至是治療 那我們住民都在房間之內 那我們是 就是採用這個盡量減少接觸這樣子的方式 那 很多的規定都是經過滾動式的檢討 那是為了 絕大多數的住民的這個 方便或者或者是他的這個 健康或者是安全的著想 那當然也要兼顧所謂感染管制 所以我想我這邊的回應大概就這樣 以上 第一個 相關的檢查 在檢疫所裡面 基本上都有 警察來做相關的一些檢驗 那根據一些相關的情資跟可能背景的判斷 那基本上是會去抽查 所以也不是說每一個飯包拿來都翻過一次 才會讓他進去 基本上 根據相關的可能 所以現在大家來有一些相關的爆料 事實上就被查出一些東西來 所以是基本上是維護在安全上有必要的 那至於法律上的一個授權將關 我們也請法治組 來做研議